回尾两个多月再度回到托儿所上课 小朋友似乎显得有点陌生 老师亲切的打招呼 陪小朋友玩玩具 小朋友安心的在托儿所上学 家长也终于可以暂时放下照顾责任 就其实蛮崩溃的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认真做事 所以我们白天其实都还是专注在照顾小宝身上 然后真的都要到小朋友都去睡了 所以爸爸妈妈才开始 真的把日间没有完成的工作拿出来 就是在复合不变 通常都还是要弄到12点一点才有办法睡觉 文山脱英中心主任表示 工作人员7月6号都完成疫苗施打 相隔两周已产生抗体 如今开始降载收脱 也做足防疫工作 确保小朋友的健康安全 我们原本收脱的小朋友的人数 现在只有一半 然后食生比也从原本的1比5 变成现在1比3 那在教室里面的活动 因为人数变小了 那我们就是会用分区 然后那个分仓的方式来做一个照顾 那在玩具的部分呢 我们也都是分区的使用 然后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支的一个消毒 针对脱英 那么特别是认为规定机构内部的人 要疫苗接种之后才可以降载收脱 2分之1降载收脱 那么为接种疫苗者也都必须进行筛检 来落实执行感控 另外市府也严格督导业者进行健康监控 清洁消毒 分区照顾跟分流接送 社会局表示 现阶段台北市259间公私立脱英机构 评估8成以上超过200家脱英机构业者 7月20号以后都会陆续启动降载收脱 期盼业者都能做好万全防疫准备 让家长无后顾之忧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